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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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是在圖書館上班 那在圖書館我常常跟小朋友分享過 我會發現說 其實人的故事才是最精彩的 因為每個人都是一則最棒最棒的故事 尤其是爺爺奶奶 他們的人生經歷是非常非常的豐富 像我就會想說辦一個繪本班 他教代理這個爺爺奶奶 把他的生命經驗用照片來說故事 因為你要請他們畫下來會比較有困難 那我們再引導他們做出來 像這一個繪本班呢 這一個作品是一位熊爺爺 熊爺爺他是一個船員 十八年赤身的 所以今年已經快九十歲了 那這個熊爺爺呢 他是船員 他說他覺得他人生最值得記錄的就是 他全世界跑透透 那我在幫他設計封鏈的時候呢 我就教他去上網抓台灣熊 然後讓這個台灣熊在一艘船上 然後在航行 那背面就是他們的熊爺爺的家庭 他們站在地球上 代表他們全世界跑透透 其實熊爺爺他非常高興 他年紀很大了 那我就教他 就帶領他們把生命中的一些事情記錄下來 那簡單的方式去記憶 其實不一定是做得非常精彩 可是在這個過程中 熊爺爺他一邊跟我們分享他做船員的一些經驗 然後講他碰到了一些很精彩有趣的故事 或者是很冒險的很刺激的那個部分 那我們都覺得非常的珍貴 那熊爺爺爺是還可以自己記錄的 可能有年紀比較大的爺爺 他沒辦法記錄的時候 那我們像老師或者是同學 比較年輕的同學 其實他變成一個很棒的一個共學家 他們會幫爺爺爺奶奶做紀錄 像現在看到我們像下一代 他們在清零紀錄的時候 其實沒什麼感情 沒什麼感情 因為他其實跟那上面的祖先是沒有連結的 他們不懂他的故事 可是透過這個繪門的紀錄 他們容易閱讀 容易閱讀的話 他就會跟這個祖先產生的連結 那在祭拜的時候 其實他知道你會像是誰 那種會有一個鮮明的影像就出現 那我是很希望就是讓孩子們 跟上一代的感情的連結 可以更緊密更深切這樣子 好 那你們有想要多講孩子的 上課的那個進行方式 紀錄方式 上課的方式 上課的方式 那我們的上課方式 會本班的上課方式 一開始你會要讓爺爺奶奶卸下新房 或者是同學先卸上新房 所以我們會強調就是會有一個健康超 健康超不是只有老師帶 就是爺爺奶奶其實他們常常在這個社區公園 參與活動 我們也會讓爺爺奶奶上來帶健康超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讓他覺得我是有用的 我不是只是當學生 我在進一個教室我可以當主教這樣子 那除了健康超當作是男生之外 那我們會介紹一些很棒的會本 像這一個是看阿佛在畫畫 然後讓他看到說這個阿佛畫畫 其實他就很簡單 其實他還出書了 那我們也可以來試試看 用繪本來引導他做繪本 然後透過繪本引導之後 我們就會進入爺爺奶奶拿出他的相片 用相片來說就是 然後老師用一些簡單的DIY 就像我剛剛介紹的 可能用紙膠帶的方式 或者是用圖案的剪貼 或者用蠟筆等等 然後讓他把畫面公布起來 那他其實他也有動手做 他會覺得這本書是他做的 可是確實有感的一本書 然後再來我們會有一個 我們在課程中 因為有在繪本 所以我們會跟爺爺奶奶一起做一個戲劇 在社區服務中的時候 社區服務中的時候 我們會在圖書館去 講故事跟演戲給小朋友看 然後爺爺奶奶好興奮喔 因為他覺得說 他還可以站在台上講故事跟表演故事給大家看 所以我覺得這是很快樂的一個經驗 然後在最後的 我們盛大的乘舌週的時候 他們每個人把他們的作品放在那個桌子上 我覺得他們是充滿了一個很驕傲 然後很有成就感的感覺 那我也覺得我從他們身上得到了 我覺得我也是還能夠做一些 更兩不太一樣的事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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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